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更加勇敢 决定不怕孤单 冲破世界远寒 勇敢就可以去哪 I know I know 我来让欧雅发展壮大 欧雅什么时候能壮大 我能行 洗澡 宝贝你回来了 走回猫去 我不去 要去你去 怎么了 是谁欺负你了 我给你报仇去 徐家修 老大怎么你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徐家修这个人 自私自利 小肚气肠 还公报私仇 你们跟他死心塌地 都图什么呀 跟他还能图着钱呢 放着亲密书 这么大的摇钱树 不经营 天天让我们去接外包 我俩什么时候能壮大 我俩什么时候能壮大 你们开发这个项目干吗 未来爱啊 好 这么跟你说吧 有时候写代码 就跟玩游戏一样有引 亲密书就玩出来的 没指望拿他赚钱 行 是我用锁 我眼里只有钱 怎么够赚钱法 来 你看看 这是我做的计划书 和盈利方案 看看 我看不懂 你直接跟我说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保守估计百十万 如果他特别火的话呢 尚不封顶 这公司赚了钱了 这员工的奖金的 行 真帮我帮 怎么帮啊 先喂猫 你多给他喂点 想要说服老大 你得先把他伺候好了 知道了 好 尼尼森 你跟我说说呗 怎么才能让徐家修 同意拿亲密书赚钱 老大这个人妈 虽然说平时看着 是有点小心眼 她的是有那么一点吗 实话实说啊 其实吧 老大就是记忆力太好了 我们要是犯点什么事 他都能记下来的 所以搞得我们有点怕他 但是吧 你跟老大相处久了 你就发现 其实老大是个挺有格局的 老板 公司是得赚钱 但是 也会得员工自我发展的空间 机密书就这么来的 那这跟赚钱也不矛盾啊 关键我对机密书不是特了解 我就知道这是老大自己做着玩的 好 笛哥还参合了两点 那笛哥跟徐家修吹着耳边风 笛哥 笛哥能吹出什么风 央央央都没有办法说服老大 就别提他了 关键得看我们自己 说来说去 这不又说回去了吗 不一样 你看啊 现在有我 小叶总 你 咱们三个虽然说单独 可能没有办法说服老大 但是 我们三个要是齐心齐力的话 希望还是很大的 再说了 你之前有点太直接了 徐家修这个人吧 吃软不吃硬 对付他 你得先软下来 先软下来 我能行 许总 知道你今天出院 我们特意送你回家 你们来了 小叶总也在 好巧啊 那我们一起送许总回家 走走 我来 我来 那个 我还是我来吧 你干吗呀 这么敌 陆佳很能干的 你得给他一个机会 我们去吧出院手续了 拜拜 不是 他 你干吗呀 陆佳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 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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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总 我坐卧底啊 真的啊 走 来 好 好 好 许总 我知道 上次是我对您说话的语气太重了 但是我也是有原因的 我其实是为了您好 医生说了 如果您当时再不排气的话 那会很严重的 所以我就集中生智 故意激您 然后您一排气 你看您现在 您整个人神清气爽士气高 那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不不不不 救命恩人不敢当 但是我对乌鸦的心是真诚的 光有真诚还不够 还得有忠诚 这忠诚 忠诚我也有啊 您看 这当财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节流呀 您看我都节流成什么样了 如果您先节流不够的话 我还可以开源 我能让开源就锦上添花 然后 你先做好你的本分吧 听老板的话 也是忠诚 好 老板您说的都对 出院以后也要记得注意饮食 切记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护士姐姐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她的 老板 我送您回家 我来扶您 慢慢慢慢慢慢 小心桌角 我帮您开门 小心 小心点 你要在电梯里逍遥吗 没有 没有 太久没断练了 运动运动 徐总 您知道吗 您不在的时候 我把您家收收得可干净了 那小猫背得白白胖胖可可爱了 我不喜欢胖的 徐总 你这两天生病啊 陆佳一个人忙里忙外 尽心尽力整人竖了一大圈 是吗 嗯 我看她气色挺好的 哎 你俩要不要进来喝杯 好 真干净啊 你看 我就说嘛 陆佳多有心 你打扫的这么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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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觉得吧 你看看 这个比那个好看 有艺术气息 你觉得呢 哎哎哎哎你干嘛去 我洗澡啊 我洗澡 肥下了一个伤 我脸都笑僵了 结果徐家雄连门都没让咱进 他还真是软硬不吃 要不然 我们给他来点硬的吧 别着急啊 这不是还有痒痒吗 你自己洗不行 哎 你看 我就说你一个人不行吗 都大老爷们 你害羞什么劲啊你 谁说我害羞了 谁说我害羞了 要是没我啊 你就等着发臭吧 如果你留我住几天的话 我保证你每天香喷喷的 所以 发臭 和我 你选哪个 发臭 哎疼 轻点 我说啊 你这个人就是嘴硬 说不要我帮忙 最后不是还让我住下了吗 别以为你能来多久啊 我这刀口几天就好了 医生说了 你这刀口十天半个月才能好呢 切得痒的呢 这段时间我就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跟陆家飞速提升感情 饿了 你得好好补补 我去给你买好吃的 等着我啊 行动 来 我已经完成了第一步 成功打入敌人那步 干得好 以后呢就要像这样及时提供情报 记住了吗 我们对症下样 我还不信搞不定这徐家修 他现在饿了 你们说啊 我们给他买什么 肉 肉 肉不行不行 肉太油腻了 他肠胃也不行 他老太就只能喝粥吃香菜了 对啊 肉 我们就给他买鱼 包括鱼汤 有营养有好吸收 等他吃饱喝足 约约约约的时候 我们就一举把他拿下 那倒什么 赶紧捞啊 那条那条有的快 吃 不心想 好 还冒着热气呢 这面包 徐老大肯定爱吃 别看了 徐老大上次说了他不爱吃甜食 我觉得吧 他其实可以爱 我看是你们俩想吃 看破不说破 大家还是好朋友 这个这个这个 那我觉得吧 他也可以爱吃冰激凌 这个看着香 我跟陆佳去拿冰激凌 来来来来 放这放这放这 快 这个特别好吃 真的真的 那个那个 我要那个 这个吗 还有那个 真好吃 陆佳你瞧着这个 这个面包特别好吃 你尝尝 这个 还行吧 你尝尝我这个超好吃 怎么样 陆佳你 是吗 这个 那个 那个 我还得有看 的 这个 最最好 是吗 哪儿 是啊 hari 对 杨阳 你是买菜还是种菜去了 快开门 过开门 开门 开门喽 开门 老大 给你做饭啊 给你做好吃的 别挤好 我帮他 给你这个 有什么现在能吃的吗 没有 老大 不行 你病还没好呢 这些东西你不能现在吃 对对对 先放我家里 我给你存着啊 直到你饿 我们马上做饭 来来来 饿去沙发上躺一会儿 来来来 走 你俩等什么呢 等你呢 不是 等我干吗 做鱼汤啊 我不会啊 都是你说要买个鱼吗 我以为你会啊 你俩可别看我 我只会吃 不会做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我来吧 老大 你都变成这样了 还愿意跟我们做鱼汤 你可真是个好老大 徐晏雄辛苦了 你们都不帮忙 老大 我帮你盛汤 我自己做的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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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鱼是陆佳他亲手捞的呀 对啊 这么好的员工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二个了 老大 就是 我觉得应该给陆佳颁一个优秀员工奖 不不不不不 优秀员工奖没票 你就让陆佳提个项目就行 也行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不用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 老大 陆佳的盈利方案我都看过了 那亲密术稳赚不赔呀 再说了 一个亲密术赚的钱 顶我们三个外包喽 运营层面我是不懂 反正从技术角度上呢 我肯定投赞成票 陆佳 你还写盈利方案呢 你把它拿出来 给我们大家看看 我们大家给你提点意见嘛 帮你出出主意啊 好啊 我现在就去拿 我已经看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中规中矩的 不过你推进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能挣钱啊 能给公司挣钱 对 我看我呀之前呢 一直接的都是外包项目 所以亲密术呢 就是一个机会 能证明沃亚 拥有自主研发项目的能力 如果能借此打造一个品牌项目 那么沃亚就在移动互联网的市场上 会冲出自己一片天地 这样对公司好 对老板好 也对员工好 许总 何乐而不为呢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在方案里呢 那个 陆佳他是从财务的角度 分析亲密术的商业价值 都用数据说话嘛 其实你自己也觉得心虚吧 你写这些不是给我看的 而是给你自己看的 推进一个项目会遇到阻碍 会遇到困难 遭到质疑也很正常 有太多的理由会让你放弃了 怎么才能坚持下去呢 就是你必须要搞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为了赚钱走人 从来也没放弃 但这能写上吗 许总 我觉得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马上按你这个想法改 那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案书可行的话 是不是证明 我们的项目可以推进啊 我可以批准你 但是 你得争夺其他开发者的授权 也就是狄哥的同意 吃饭 吃饭 来来来来 我来 徐八卦 我给你添汤 来 我给你添菜 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 好 能不能成 还得看你们自己 吃饭吧 吃完该干嘛干嘛 以后没事别来我家 好 好 好 我们吃完马上就住不来了 马上就住了 还有啊 一定得狄哥心甘情愿才行 不能作弊 好 好 放心吧 老大 我们一定让狄哥心甘情愿 狄哥 想不想发财 想不想走上人生巅峰 那我们就一起赶票大的 我可是遵纪省法的好公民啊 我平时连红灯都不敢闯他 你 你想什么呢 我们说的是亲密术 狄哥 狄哥 你看看你 这么有才华 做出亲密术这么火一项目 我们只让他谈话一些 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们得继续做下去啊 虽然啊 我们沃亚是一个小公司 东州也只是一个三线小城市 但是 我们的志向一定要远大 亲密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是不是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 来 你别喝了 看看我做的盈利方案 简单的来说 你只要授权同意 让我来运营亲密术这个项目 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用管 我敢保证 我会让公司挣一大笔的钱 到时候我们分掌机分到手抽筋 而且啊 徐总也看过这个方案了 觉得倍儿爆 那个 小陆姐 我从来没想拿亲密术赚大钱 而且你的方案我也看不懂 我觉得还是算了 你先别着急拒绝啊 你听陆佳说完了 你要改变心意 师傅 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之前有特别多的投资商 来找我聊亲密术这个事 但是我都给拒绝了 我不想把它商业化 别再劝我了 怎么说呢 这跟我剧本上写得不太一样 不行了 我腰要折了 那我们可以终止交易啊 那怎么能行 我都快拖完了 你跟我说终止交易 我不白拖了 我拖好了 你卧室要拖吗 卧室很干净 不用 我拖要折了 我爹已经拖完了 你可以告诉我 狄哥为什么那么抗拒商业化了 对你来说亲密术能换钱 可对狄哥来说 那是她的一段过去 没人愿意出售自己的过去 除非你能让她走出来了 那你给我讲讲她的过去呗 你知道八卦和关心的区别吗 什么区别 八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而关心 是能让她敞开心扉 那你总得跟我说说什么事 我才能对症下药啊 是不是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再不去上班 就该扣你的钱了 你说什么呢 我这地白脱了 我 大哥 你怎么又打来了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不卖 我不卖 迪克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麻烦呀 我看他最近不像有什么麻烦的样 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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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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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在外面转了半天了 说认识你找你有事 那个 您是 兄弟 我可终于找到你了 我不认识你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真不认识你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 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 但你一定认识他 你一定认识他 你的前女友啊 你就是他未婚夫是吗 你就是他未婚夫是吗 对对对对 没错 不过 现在是前未婚夫 兄弟 我和你一样 也被分手了 兄弟 我特别感谢你 做亲密书这个软件 如果要不是你啊 我被人劈腿 我还不知道呢 我今天来 特意就是为了感谢你 我在东周大酒店 订了一个包厢 咱们到那边吃边聊 那个 我还有工作 我还有工作啊 哎呀 走吧 边吃边聊一醉方休 不是 我还有工作呢 走走走走 一醉方休 我还有工作呢 我 走走走 不行 我得去救他 宝贝 宝贝 干吗去 请慢用 也就是说 狄哥前女友跟他分手之后 跟你订婚 所以你们这是兄弟相认 狄人的狄人就是朋友 真是太乱了 我这么总结 对吗 对 总结没错 这些糟心的事啊 我们今天就不提了 我今天来呢 主要就是想敬你三杯 这第一杯 就是敬我们共同的遭遇 哎 哎 我 这第二杯呢 就是感谢你 发明出亲密术这个软件 让劈腿的坏人呢 无所遁刑 这第三杯呢 就是兄弟我还有个心愿为了 想求你帮我完成 这样啊 我先干为敬 哎哎哎哎 行了 兄弟 咱酒不能这么喝 你找狄哥帮忙 那咱把话说明白 别稀里糊涂把酒喝完了 你到时候再提出什么 奇怪的需求 那也挺尴尬的 对 我觉得啊 您还是先把事给说了 那我就不管断梦想了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我想买下亲密术 至于这价钱方面 好商量 还好我跟过来了 还好我跟过来了 差点被这竞争对手给截胡 你就是之前一直给我打电话 那个投资人吧 难怪我觉得你声音这么耳熟 对对对 这不是电话你说不清楚吗 还是当面聊一下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应该一起把亲密术这个软件 发扬光大 我有渠道可以私下谈下手机厂商 保证把亲密术 预装到每个人的手机上 只要另一半有了出轨行为 系统就会提出警告 把出轨的人 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兄弟 我还是要跟你讲 当时我开发亲密术 只是因为练练手 随便玩玩罢了 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正经项目去做 而且大家都只是好奇跟风玩一玩 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任何的 商业投资价值 有没有商业价值你不用管 我就是要出口气 就算花再多的钱我都认 感情我们兄弟也是性情中人啊 花这么多钱买亲密术 不图名不图利 只图出口气 对对对 没错 这些缺德的家伙 道德约束不了他们 我来惩罚他们 让他们知道劈腿 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 迪哥 你当时设计亲密术的时候 也这么想的吗 虽然当时亲密术 是我受到了劈腿的打击开发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拿它去报复别人 我可以接受分手 但是我不能接受被欺骗 也许有的时候 我在感情上很迟钝 不知道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变了心 但是我相信数据不会说谎 他会告诉我实话 他会告诉我真相 所以我开发了亲密术 你能不能有点稚气 连被分手都能忍 算了 今天我也不跟你多说废话 我就要买 你开个价 我说了我不卖我不卖 你想拿亲密术去报复别人 而我 想拿亲密术去保护情感的受害者 我们俩理念不同 别谈了 你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等卖掉了项目拿到了钱 你就会有车有房 到时候也不愁媳妇了 就这张卡里的钱 是你个小程序员 一辈子也赚不来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别瞧不起程序员 迪哥能做一次亲密术 打出知名度 就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更何况我们乌鸦是他的后盾 不但能挣到钱 我们还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好 迪哥 别吃了 我们走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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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悔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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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路姐 刚刚谢你啊 谢我干吗呀 我就是见不得这种人嚣张 你呢 不要被过去的事和人困扰 要向前看 事宜和爱情都在前方等着你 好 没事了啊 好 好了 走 好 应该没什么绿色的东西了吧 没想到迪哥受过这么重的轻伤 还这么坚强 我们真应该对他好一点啊 现在再对他好也来得及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们把所有绿色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眼不见心不烦 咱没事啊 对了 迪哥 那个你是不是晚上肯定没吃好啊 我这儿有好多零食 全部都给你 我那儿也有 随便拿 我真没事 你们不用这样 你们这样 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你要不习惯 你就习惯习惯 喝点什么 前两天公司刚买的 龙井 要喝吗 我给你泡去 干嘛呀 这我们迪哥是这么脆弱的人吗 人家可是化悲痛为力量 创造亲密术的人啊 没错 小陆姐说得对 今天啊 包清风来公司这么一搅和 我才发现 对过去的生活愤愤不平 一点意义都没有 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狭隘 其实这些都是老大教我的 我太笨了 我想了好久才想明白 我们分手吧 不是 为什么呀 我哪儿做不好 我可以改 我们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 我都提过要好 但是我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老大 我被逼退了 我女朋友今天和我说 她要和别人结婚了 她居然骗我 她骗我 她骗我 我现在都不知道她未婚夫是谁 我都不知道 我 我死 我死都是一个糊涂鬼 还是一个绿糊涂鬼 那如果你知道她是谁 你会好说一些吗 可是 我也不能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吧 你电脑借我用一下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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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她 她 她长成这样 她 她是瞎了眼的吗 不瞎她 她 我死了 这 次 三 一 四 我死了 那你想好给这个程序 起个什么名字了吗 什么名 绿帽子 让这个世界上没有绿帽子 就叫绿帽子 绿帽子 不哑巴 为什么 那叫什么 亲密术 什么 亲密术 亲密术 为什么呀 你看啊 不能因为受过伤 就放弃重新接纳亲密的人的 希望 能所以 这表情那是 好 轻点 你的平凡也是独立 一路上从不停路过虚幻的风景 保持着信心总有人会挂头之意 而那些人却只会浪费口舌都瞧瞧着 我不管继续跑到多慢总不止一 Let me tell you what I thought 永远不会很累 道理特别简单 就像河北白开雪 也许会被说依赖 不过是一个称谓 只要对自己无愧 未来会给你回馈 No fake 如果要飞翔 不需要导航 有你的向往 改变着世界的方向 垂逐的路上 如果迷失方向 心中依然能够明朗 失望我拥有用我的节奏 Ride on the flow 找到自由 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steady flow 你的平凡也是独有 Come let's talk about who can't stop 那些所有监口礼物全部站不住脚 一直跟着心 My friend 不管再艰辛 世界总会给你回应 Just to leave Anythings just do 其他你不必在乎 也许会孤独 算 令英雄幸福 So just get me about to shine Like I always do 只有引入反顾 走自己的路 Sorry 如果要飞翔 不需要导航 用你的向往 改变着世界的方向 追逐的路上 如果迷失方向 心中依然能够明朗 失望我拥有用我的节奏 Ride on the flow 找到自由 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steady flow 找到自由 总有个出口在你的左右 Just steady flow 你的平凡也是独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